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苍蝇之灾 击打埃及 这三个灾难光读着这些文字 想象那些画面就足以让人觉得恶心不舒服 这三个灾难想必引起全国极度的恐慌 因为生活环境被严重污染 人畜疾病可能因为害虫和污染而扩大蔓延 经济的损失重挫 可怜老百姓一定是哀声载道 而执政者却没有能力解决天灾的问题 我们以为法老应该会为了国家安危 而愿意放以色列人走 但圣经说 法老见灾祸松缓 就硬着心不肯听摩西亚伦他们 不容百姓离开 正如耶和华说的 我们看法老这个人物 可能会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怎么会有人如此的悖逆 自私跟顽梗呢 身为一国的元首 他完全不在乎自己的决策 对百姓影响的程度有多深 而且不止一次灾难 而是十次灾难 遇见灾难 法老就拜托摩西 求救于上帝 而灾难一过 法老就固态赴盟 轻忽上帝给了震撼教育 法老的心真的是非常的刚硬 当我们在看法老的表现时 同时我们也看看自己的表现 我们也有像法老一样刚硬的心吗 有时候上帝容许不好的事情发生 像是震撼教育一样 让我们看到自己的软弱 提醒我们要悔改归向他 也许困难当下我们后悔了 向神呼求祷告 求神的饶恕和怜悯 神出手相救 我们就感谢赞美主 但是过没多久 又固态赴盟回到老样子 回到神不喜悦的样式 这是一颗刚硬的心 刚硬的心指向一个人的骄傲 不把神放在眼里 对于神没有敬畏 刚硬的心表现出来的就是 悖逆玩梗 不知己见 自以为是 听不进去别人所说的话 刚硬的心也会导致 愚昧糊涂的判断 给周遭的人带来许多 不必要的损失跟麻烦 损人又不利己 所以想想看我们 是不是也有像法老一样 刚硬的心呢 求神帮助我们整个人要谦卑下来 畏惧神的权柄和权能 害怕神的愤怒和审判 顺服祂的话语和诫命 求神检视我们对祂的态度 帮助我们看见自己内心真正的样貌 完全敬畏顺服祂 寻求讨祂的喜悦 我们来祷告 父神我们为了自己一颗刚硬的心 向祢认罪悔改 如果不是祢的恩典 我们没有办法使自己的生命存活 我们要敬畏祢是上帝 谦卑降服于祢 顺服祢的话语 即便是自己不喜欢做的 不想做的 我们都要以讨祢的喜悦为目标 而不是讨自己的欢喜 求主帮助我们谦卑顺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